这是什么死亡开局 他一穿书就发现自己给大豹军戴了绿帽子 大豹军死死地捏着他的下巴 下一秒就要把他捏碎 爱妃给朕戴绿帽子戴的爽吗 他是大豹军的云飞沈阔 沈阔不禁打了个寒战 这个人好可怕 忽得猛然想起 这是他临死前看的小说 大豹军那满是英智的眼神又质问了一句 爱妃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所以他穿书第一天就又要死 不行 沈阔觉得自己还可以再狗一狗 他巴唧一口吻上了大豹军的唇 皇上您误会我了 臣妾一心一意只喜欢你 哪会背叛 大豹军那一神异鬼的性格当然是不幸 奥爱妃是说朕亲眼所见有假 沈阔又飙起了两行眼泪 皇上亲眼所见 当然不会有假 臣妾确实和李侍卫见了个面 但是写信的人说是皇上在等臣妾哦 说着说着他又将投扶在大豹军的胸膛上 净显温柔多情娇羞妞 死人乃大雍国史上出了名的豹军 只能顺毛和虎 凶不得 沈阔一边在大豹军的胸膛上绕圈圈 一边说 皇上您英明神武 臣妾能嫁给您做妃子 是臣妾的福气 怎么会为了一个小小的侍卫做主事 臣妾那不就傻了吗 是吗 大豹军的声音依旧冰冷 他大吼一声 带上来 那人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皇上饶命了 今天一切都是卑职的错 与云飞娘娘无关 娘娘从来没有因为寂寞勾引卑职 是卑职剑瑟起一勾引明明 沈阔一脚将他踹倒在地 大骂他卑鄙无耻 明面上为我向皇上求情 实则恨不得皇上把我弄死 你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害本宫 说完沈阔又扑倒在大豹军怀里 声音娇滴滴地说 皇上您英明睿睿 肯定不会信心 对吗 臣妾对您是绝对的真心 他眼角那两行泪珠清晰可见 谁知大豹军的眼神却比刚刚更可怕 看得人直发毛 真心 败妃 不如你把心挖出来证明给朕看看 那一刻沈阔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心慌 糟糕 感觉他要说什么危险的话 我得先发致认 给大豹军戴绿帽子 他也是第一人了 只见沈阔反手围攻 开始给自己洗白 皇上李侍卫会乱后宫 还污蔑您的女人 小说里 大豹军心里住着一位白月光 他后宫里的女人都是照着白月光的连选妃 而原主就是里面的翘楚 进宫立刻被封为云妃 沈阔心想赶紧想办法让这事翻篇 只见他又楚楚可怜地飙出了两滴眼泪 此等不忠不义不要脸之徒 还请皇上尽快处决 以锦孝由 不然臣妾还有什么脸面在这后功生 大豹军捏他下巴捏得更紧了 脸上净显杀戮之气 你让朕杀他 有趣 那照爱妃所言 对这种罪人该处以什么罪法呢 不如爱妃亲自肩斩住他九族 那侍卫听后连忙下的跪下 皇上卑职罪该万死 愿意领罪 但我的家人是无辜的 只见大豹军手起刀落 拿过佩剑 直接给了他一剑 死到临头居然还敢嘴 从你收受银子借机在朕后宫生乱的那一刻起 你在朕眼里就是乐子 而现在朕完命了 大豹军将剑哐当一声甩在地上拖出去 斩首前先把他一刀一刀给朕活保 看得沈阔心里一阵发慌 原来大豹军早就洞悉一切真心 故弄玄虚摆出这场对峙 不过是给自己找点乐子打 所有人在他眼里都是取乐的玩物 大豹军只是财物 可一点也不昏庸 突然间 沈阔的脑海里传出一阵鸡血音 你的人生有过遗憾吗 反派时光机将结成为您服务 带您穿梭过去 发现真相改变人生 尊敬的138号宿主 您的系统已加在完毕 检测到目标反派已经发 请宿主用歌声作为媒介 进入第一次时光速回任务 只见沈阔还没反应过来 大豹军就已经头疼欲裂 整个人都汗流加倍 他无助地在心里问道 为什么 只有我这么痛 震痛就让扛人更痛 只见他冰冷的大口 来人 给震通通拖出去杖里 你们通通都得给震死 千军一发之际 沈阔握住了他的手 震震歌声飘来 大豹军一下子就安静起来 这悦耳的歌声 让他一瞬间有些谎 心中猛然响起了一位漂亮警戒 与此同时 沈阔也穿越在了他的幻境之中 系统提醒道 时光速回启动任务开始 本次用十半个时辰 请宿主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拯救反派暴军任务 沈阔简直无了大力 拯救反派暴军 我为什么闲得没事要拯救他 他还想宰了我呀 系统告诉他 若按照书中情节 沈阔刚才就会被任务目标所杀 只有他完成任务 才可以获得五天的生命之奖 也就是说横竖都得死 看来只能选择完成任务 下一名 一个小扑包就出现在了沈阔眼前 手里还抱着一只小猫 任务目标出现 请宿主认真对待 原来杀戮无数的大暴军 小时候也不过是一个爱心泛滥的奶王啊 小猫死了 他仍旧会用整个身体护着他 可周围比他大一些的皇子哥哥们 不停地对他奚落嘲笑 更有甚者还对他出手打骂 穿越过来的沈阔看到这一幕 心里出动颇深 他简直不敢相信 这就是那个试杀成性的大暴军 皇子哥的啪的一声打在他身上 嘴里还咒骂道 小飞舞 一只猫死了 有什么大不了 你至于吗 难怪青天剑说他是煞星命格 出生就克死了娘 活该啊 男孩是大庸国三皇子 剑种就是剑种 剑种养的出生命也剑 给我狠狠的 打到他松手为止 这什么熊孩子也太过分了 沈阔上去就要教训他们一顿 给我助手 然而他的身体竟然是透明状 完全无法阻拦那个小孩 系统表示 宿主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无法触摸任务目标以外的东西 也就是说现在任务里 他只能碰得到处理 沈阔灵机一动 既然是这样那就有办法 那三皇子又故意推了阿里一些 言语里尽是恶毒 真是顽固 居然这么久都不撒手 要等皇子说你应该趁走去死 这样一来 你卑微的娘就不会因为生命而难缠死 这时的沈阔已经悄悄绕到了处理身后 他小声地告诉处理 序别畜生他们看不见我 他直接拉过处理的脚半倒了那个血 那小孩一根头摔下去 连带着将前面的两个小孩也给推倒 三皇子摔得不轻 转头就找阿里算长 小废物 你尽敢帮我 你给我等着 看我不收拾你 楚理紧张极了 沈阔将他稳稳附在怀里 别怕有我在 我教你 你就跟他们这样说 只见风沙沙吹过 楚理虽害怕却还是勇敢地说道 是你们活该 这是小猫咪对你们的惩罚 他跟身后的姐姐配合得相当好 那三个熊孩子一下就怕了 随后直接落荒而逃 云飞娘娘只是唱了首歌就把大豹君哄睡着了 就在刚刚 小楚理还沉浸在小猫死亡的悲伤中 看着满脸哭唧唧的大豹君 沈阔心疼地将楚理抱在怀里 编了个温暖的故事告诉他 宝宝别难过 小猫只是回去了喵心 那是什么地方 是猫猫能快乐生活的地方 小猫也希望你们好好的用 他牵住阿黎的小手 姐姐和你一起找个地方 让小猫睡下吧 两人选择了一个满是花草的地方 还将周围撒满的花瓣 沈阔还是担心小阿黎会一直消沉 他刚想伸出手抚摸它 结果系统就表示任务时间到即将返回 迫于无奈 沈阔只得告诉小阿黎 道歉时间到了分别的时候 小阿黎眼里满是泪水伤心坏了 不要 不要留下阿黎一个 好宝宝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所以你要好好活下去哦 说完 他就看着漂亮姐姐消失在了夜空之中 沈阔从刚刚的悲伤中缓缓睁开眼睛 系统为他贺喜 恭喜宿主 拯救反派暴君任务完成0.5% 奖励五天生命值 沈阔一时无法平处心许 自己刚才好像什么也没有做 也没有救到小猫 任务怎么就完成了呢 系统向他解释 刚才的情况 宿主根本就不了那只可怜的小猫 但已经足够让任务目标 感受到你给他的关怀和呵护 沈阔难以相信 大暴君就这么一点要求 他伸出手心疼地抚摸着大暴君 在他眼里 现在的大暴君只不过是个会受伤的 旁边的公公夸奖道 娘娘真烈 唱首歌就把陛下虎睡着 皇上头疾越来越重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舒服的睡过 若不是娘娘安抚了陛下 恐怕方才奴才们已被陛下怪罪处死 沈阔起身 看着大暴君被太监抬走 他心里想了很多 原来用歌声能按住大暴君暴露 还是穿回过去改变他的童年 那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暴君给造成正常一点 就像过去的他一样 公妃与人私通乃是大罪 然而云飞娘娘非但没有被大暴君择罚 而是平安无事地从盘龙殿走出来 一瞬间工人的目光里写满了惊讶 沈阔倒是不在意 反正这个莫须有的罪名 他总会洗得干干净净净 前面的乙香宫便是云飞的寝宫 沈阔仔细一看 宫人们正在他的宫门口挂白布白灯落 这是死人才会用上的东西 沈阔心里又恼又起 你们在干什么 那个宫女直接吓了一大跳 娘娘你没死 本宫没事你很失望 宫女赶紧摇头 娘娘您误会奴婢了 看见您没事 奴婢高兴还来不及呢 说着说着还低头擦拭眼角的两滴眼泪 沈阔那脸黑的不行 既然你担心本宫 那挂白犯干什么 就本宫早死 奴婢没有 他们说娘娘您语言私通 被皇上当场抓奸 已经被皇上抓去处决了 所以奴婢才挂上这些东西 给娘娘悼念 按小说情节 就是这个宫女给原主洗脑 原主才跟个御林军 侍卫不清不楚 云飞大怒 给本宫跪下 何人说起本宫一定会死 你倒是自作主张 给本宫遮葬了 那奴婢下得不清 连忙辩解他没有 沈阔可不过轻饶了他 被主的丫头 既然你解释不出来缘由 那就去盛行私自证清买吧 拖下去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这些白饭给占了 拿爱也给本宫把屋子 多熏一点 多熏一点 贵气 还有火盆也拿上来 云飞俐落地跨过了火 太监一脸凤着 娘娘吉人天象 身正不怕隐形 云飞立马吩咐他 去把我的金银客子 和铜板都拿着 包上红纸到 以香宫门口 给每个路过 就说这是给本宫充 贵气的喜情 你们也下去领洗钱吧 等宫卷 很快宫里的传言就逆转 云飞娘娘这样的大善人 肯定没有和侍卫似托 真是无望之灾 系统问道 宿主你就不怕大暴君 醒过来生气吗 他生什么气 我可什么都没说 都是那些宫女 太见自己瞎猜 而且我大难不死 发发去晦气的银子 又有什么不对 一直到第二天 清早大暴君才睡醒 他立马向公共询问 云飞昨天的后续 公共说道 昨天云飞娘娘 见陛下安睡就回去了 他还抱了洗钱 怂人就送 说是昨天虚惊一场 散财冲会起 大暴君正在喝水的手 一下就顿住 哦朕还没发话 他到到处讲 自己是被人陷害的 传指朕要赏赐云飞 只见大暴君 脸上布满了阴森 让人看不清他的想法 他既然说他受委屈了 朕就送份大礼给他押紧 本来想着给工人 发点银子冲冲会起 没想到宫里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宫里太监 云飞的钱包都要空空了 心疼得他在床上直打鼓 我的钱钱我心好痛 宫里突然过来说道 娘娘盘龙殿的孙公公来了 说是皇上有啥 云飞眼里直冒金光 快扶本宫起来 别误了迎接财神明 一看到孙公公审破 那可是双眼发光 满脑子静想着钱 他堆金如玉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正想着耳边 却传来了不祥的声音 娘娘这次陛下赏赐的是 严罗仇段的视频 不摇发赞头面供三头 那一瞬间云飞一下子就呆住 就这 我的钱呢 玉次的物件根本卖不出去 会砸在手里 不值钱 谁知公公又掏出了三个铜板 还有这些娘娘您收 皇上还等着您去谢恩呢 审阔简直哭都没有了眼泪 三个铜板还让我去给他谢恩 没搞错吧 孙公公又补了一刀 娘娘您没听错 快点跟咱家一会回去谢恩吧 他故意的他绝对是故意的 不管审阔愿不愿意 他还是再一次来到了盘龙殿 只见一进门就遇上两个公公 往外排着尸体 还流了一地的血 沈阔还不小心踩了一脚 大暴君看着他这副样子上下打 你不怕朕 臣妾排了 陛下就能把属于臣妾的银子 还给臣妾吗 大暴君没听懂他什么意思 只见沈阔一脸的楚楚动了 皇上 您给的赏赐能直接给换成银子吗 说着他还掏出了那三个铜板 专程给皇上 大暴君一脸的笑嘻嘻 甩出三个字不可以 这女人居然拿朕做滑子利用朕 那朕就要戳出他的锐气 沈阔又顺势挤出几滴眼泪 表示 臣妾是个很庸俗的人 只喜欢真金白银 大暴君却说道 朕希望爱妃能够高雅一些 别太庸俗 那给沈阔气了呀 脸都被气成了河豚 爱妃还有事吗 没事就归安吧 大暴君最忌讳有人在宫里养猫了 沈阔还未离开 这时老公公就着急忙慌的来报 皇上出事了 底下人来报 说是抓到了后宫有嫔妃私下养猫 大暴君直接就怒了 哐的摔了茶碗 把人带上来 沈阔小声的打听 养猫有什么问题吗 哎呦娘娘 宫里不能养猫 那倒霉的嫔妃吓得满头大汗 也只能十分诚恳的向大暴君解释 臣妾只是看那橘猫可怜才就想的 不然他就要死了 皇上饶命了 听到这里 沈阔一下子就想起了小阿姨 他顿觉不好 这时的大暴君正在气头上 来人 把秦美人拖下去就递出展 沈阔连忙紧张的求情 皇上 臣妾不想为谁求情 臣妾只是 但看到大暴君英智的眼神 不知道如何该口 但还是紧张的说出了口 臣妾只是猜想 您并不想杀他对吗 沈阔的心又痛了起来 你明明是喜欢猫的 为什么要把身边所有的猫都赶走 叮咚一声 系统发来了触发任务的声音 宿主任务开始 本次用示范的示范 请宿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奖励五天生命值 画面一转 此时的小阿黎正在御花园里喂小鲸鱼 他好像很喜欢小动物 不是小猫就是鲸鱼 下一秒漂亮姐姐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沈阔温柔地摸摸他的口 你还记得我吗 有想我吗 阿里又想漂亮姐姐 你今天是来陪阿里玩的吗 沈阔好话还没说出口 就见三皇子那个孩子王又出来倒是 没想到来于花园挫挫气 还能碰见小废物 真是晦气 沈阔气得怒不可 你们才是晦气 三皇子的嘴巴依旧毒辣 再喂鱼呢 也不知道鱼会不会被你喂死 上次你养的猫不就被你吓死 小废物 看你傻兮兮的样子真可怜 我来告诉你 他就是被你吓死 要不是有你这个主人 他也不会死 只见他使了个眼色 身旁的奴才就将那些毒药倒进了池塘 紧接着池塘里的小鲸鱼全军覆没 阿里伤心地哭了起来 阿里哭得越凶 他们的嘲笑声越大 你快点哭哭大点声 你就是灾心走哪看 沈阔走到阿里面前 坚定地告诉他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小蜜不是你吓死 小金鱼也不是 这些都是假的 是他们推卸责任 给自己找的借口 沈阔一句一句的安慰 像春日里的温暖威风 你不要把错误怪在自己身上 你没有错 你相信姐姐好不好 阿里点点头 阿里相信姐姐漂亮 姐姐是第一个愿意和阿里说话的人 三皇子很不熟 居然敢无事本大意 你既然那么可怜他们 你就下去陪他们好了 他扬起脚就要把阿里揣进水里 还好沈阔将阿里抱在一旁避开 才没发生意外 但这恶毒的三皇子 却扑通一声掉进了池堂 沈阔告诉他 宰宰我跟你讲哦 他下次再欺负你你要学会 知不知道 不能再在原地被他欺负 看见三皇子成了洛汤鸡 惨嘻嘻喊救命的样子 沈阔肚镀放声大笑 简直太痛快了 看到漂亮姐姐笑了 阿里也跟着欣慰的笑了 气孔叮了一声 表示任务完成奖励五天生命值 目前生命值九天 拯救反派告军任务完成度百分之一 因为沈阔顺利完成任务 书中情节也被改变了 回到盘龙殿 秦美人早已不见了宗医 改变了剧情 所以他也没事了吧 谁知大豹君又不耐烦地催促着他 爱妃谢婉恩还不快走 是要和刚才那个大臣一样 永远留在盘龙殿吗 眼看沈阔安静得一动不动 大豹君得意地笑了 可可女人害怕了吗 谁在沈阔乖巧的心里 谢陛下赏赐臣妾告退 这可给大豹君整无语了 一点都不好玩 沈阔心里偷笑 抠门的狗男人还想用我找乐子 我气不死你 回到宫里 宫女看到满是鲜血的鞋子 直接怕得变形 沈阔不耐烦地挥挥手 行了别好了 赶紧给本宫拿双干净的鞋子过来 突然一个小宫女试探性地问道 娘娘是皇上那边罚娘吗 沈阔看了她一眼突然想起来 宫里人都喜欢安插自己的眼线 这时系统也问道 宿主要处理这些宫女吗 就算他们这批换掉 难道下一批的人就干净了吗 沈阔要让他们消停 本宫想起来 今天给宫女派监发银子 还没有好好拜访个宫廷妃 他们要是指责本宫不知礼数该如何适合 不如这样把皇上欣赏的那些零罗丑断 头面发三分一分 给其他个宫送去 也算本宫的一点心意 他拿着巨感大手一挥 你命你还用你 替我给这几位送过去 宫女们一瞬间慌张地不行 娘娘为什么要我们送 沈阔自在气场杀气瓶头 难不成要本宫亲自取杀 拿着东西赶紧过 否则一律按部尊命令送去慎行司 那些奴婢们被吓得拔腿就跑 到了某宫殿 身后的妃子张口就问 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好好盯着沈阔那个贱人吗 宫女的身体一直在买 娘娘是云飞指名道姓让奴婢 今天云飞点去送给各宫女屋的宫女 都是各宫相应的眼线 和奴婢一样 那妃子一下子就这么准 你说什么 云飞把你们的底细都查清楚 宫表示他哪也不准云飞 面相看不出任何破练 那妃子气得直接摔了茶 怎么会看不出任何破练 那件人不是一项把事情写在脸上吗 气死我了 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 能让沈阔做什么说什么的心 结果被他说杀就杀 小宫女吓得整个人都在颤抖 娘娘息怒 那妃子只好没了脾气 让小宫女先回去 先不要轻举妄动 宫女们回来后一个个都紧张得不行 沈阔想不笑都难 他们这个心虚的表情 看着就开心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 日后可要认清自己的组 可不要做第二个臂围 都退下吧 优秀的骑手从来都不是赶尽杀角色 而是将所有人玩弄于补掌之中 宫里举办赏花宴 特意邀请云飞猎袭 花有什么好看的 沈阔本不想去 但一听说这次宴会是由令妃娘娘举办的 她直接来了兴趣 根据小说中的设定 令妃家族显赫 朝中有个在中书省当中树令的父亲 大暴君没有利后 现在他带职凤印 满宫嫔妃无人敢直面其锋芒 沈阔古灵精怪一笑 赏花宴上我可要好好会议会令妃 她专门问了令妃藏在她宫中的心腹 绿纸赴令妃的赏花宴 你觉得本宫穿什么衣服好看 听说令妃喜欢红色 可惜只有皇后才能穿大红 她手一指就这件吧 令妃看见本宫穿这颜色敷衍 心里肯定欢欢喜 被云飞整治了一番 绿纸乖巧多了 娘娘说的对 娘娘穿什么都好 御花园李妃子们一看是云飞了 立即议论纷纷 前几日以相公到处派发喜银 云飞好大手笔 她穿成这样 云飞是真的没脑子 穿令妃娘娘喜爱的眉红色 是想隔应她吧 不过虽然这身衣服 没有令妃娘娘那么华丽 可搭上云飞这项帽 还要这周身的气度 可我好好看呢 妃子们都要被她美脱了 沈阔静止走向令妃 妹妹给令妃姐姐请安了 妹妹无需多礼 令妃原名叫沈烟 虽然表面上还是客气 但被地里不知道 将云飞骂了多少 沈阔直接故意提示 令妃姐姐 今天浴纸跟我说 你喜欢这个颜色 我想着穿你喜欢的颜色浮衍 你一定会很开心 令妃简直要生吃了浴纸 沈阔又故意 当着令妃的面转圈圈 姐姐你看我这样穿衣服 你喜欢吗 不知道的还以为 她在勾引令妃 令妃依旧装的和蔼 妹妹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只要符合规矩 本宫都不会指责 赏花燕要开始了 妹妹入座吧 沈阔得一死 执掌凤印又走 看我不气死 大大小小的妃子们 都在围着令妃赏花 只有沈阔在一边动一动 终于等到上菜的时候 云飞才满眼放光 挖着赏花燕的菜 看起来都很好吃 她尝了一口 果然比喻膳房的大锅饭 精致不少 我得多吃点布 只见树下有一个 黑色的影子 观察着这一切 练习开始 其他妃子都只顾唇枪舌战 就只有云飞忙着吃饭 狡猾的其贵人更是提议 令妃娘娘光吃菜赏花 有什么意思 不如我们来做事情 酒令怎么样 谁不知道沈阔是个废物草包 胸无点摸 要不是那张脸 哪能坐上飞位 看我怎么整你 令妃直接同意好啊 我们先说一首诗 下一个人需要以诗中 最后一个字再做一首 不如就从本宫开始 按照未分高低传过去 云飞到你了 只见沈阔还在忙着吃鸡腿 他把筷子一放 直接表示我不会 学校里面学过的唐诗送词 我会背 可是你们不配听 其贵人开始嘲笑 不怪云飞谁让他 只是小门小户 捡来的农家义 没上过学不认识 情有可原 呵呵果然出丑了 云飞直接下恋 玉指给我长嘴 其贵人当场就愣住 令妃坐等好戏 玉指支支吾吾不敢动手 沈阔一个眼神 玉指你是本宫的母子 看令妃干什么 我现在使唤不动你了是吗 给我长嘴 破于云飞的威压 玉指利落地打了曹贵人一个嘴巴 沈阔站起身严肃表示 本宫卫裂飞味 乃是皇上轻松的云飞 你不过小小一贵人 有资格在我面前叫嚣 都给我听好 本宫之前脾气好 不愿意跟诸位计较 但也请诸位不要觉得本宫是乱世子 兔子急了还会咬 突然一声皇上驾倒 众妃子看过去 令妃得意的不醒 看皇上怎么教训沈阔 你这个祈祷我活上来的剑 大暴君一坐下 令妃就开始告状 回皇上 只是后宫妹妹们出现了一点人擦 臣妾自会处理 大暴君一脸无语 正问你了吗 云飞你自己说 沈阔没想到处理会出现 看情况是来帮他 回皇上 齐贵人讥讽我不识自己下饭上 臣妾给他一点教训 此时大暴君英智的眼神满脸 写着不高兴 原来齐贵人看不上阵策立妃平的条件 对自己学识冤枉 只能混到美人的位置 没有预计 齐贵人吓得当场下跪 心里呼唤令妃娘娘救我 令妃动于中只是看喜 大暴君又问他 云飞齐贵人不分尊卑里当人 齐贵人心想完了 皇上处置人从来都是坎坡刺死 他要是想活命全看云飞怎么死 可是我才刚刚得罪他 他会救我吗